状态作为国内骑士品牌的后期之秀 这两年一直是汽车线的热门话题 众所周知是因为其善于模仿 而对于刺激笔伏的议论和声讨 状态向来都是处置泰然 对外宣布所有的造型设计仅仅是借鉴 并不是所谓的抄袭 达曼X7S 又是借鉴的雷克萨斯的车型 都说是状态和雷克萨斯LX570的私生子 你看像不像 外观上远远看上去 却是雷克萨斯家族的特征 但是走近一看 又有细位的差别 特别是两色的大灯 只用了LED光源 里面还有两颗透镜 看起来更加炫酷和硬朗 整个车子的高度和宽固的比例 就是扁而宽 给人形成非常稳定的感觉 内饰方面采用全黑设计 有很多棱角分明的折线条组成 和外形保持一致的硬朗风格 地表盘 中控屏幕和空调控制面板 都是液晶仙制版 看上去更高端和简洁 用力方面1.5T 1.8T 和2.0T发动机 可以说是能够满足 市场的驾驶需求了 同时燃油经济性和 兼的环保方面的口碑也非常好 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太大的负担 货席的保养费 相对其他品牌而言 也不算贵 市场知道价十几万 暂定亲人企业的ECV市场 还是具备一定的影响力的 就说着这个颜值 也是不少人的心头爱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TS 能满足广大朋友们 开上好车的心愿 那么问题来了 朋友们 对于这款翻版的XR4LX570 怎么看呢 前面觉得不管是否 这么爱是山寨 只要选择了 那就是自己的好车